把鸡蛋倒入油锅中,瞬间变成一道美食,做出来好看又好吃,真的太下饭了,今天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五个鸡蛋清洗干净,然后打入碗中,把鸡蛋咬散 锅里油温烧着五成热,倒入鸡蛋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,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,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鸡蛋炸着扶起,定型之后翻个面 炸至金黄熟透之后捞出控油 准备一个鸡腿去骨之后切成小块 再把土豆,胡萝卜和洋葱都切成小块 起锅烧油,放入鸡块边炒,边炒出油脂,这样吃起来更香 放入刚切好的配菜,翻炒两分钟 加入适量的清水,没过食材 盖上盖子煮十分钟左右,把食材煮熟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咖喱块 根据自己的口味,加入适量的咖喱块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再放了 把咖喱块完全融化 接着再用小火煮五分钟 时间到了再放点青红椒 炸好的鸡蛋减成小块,也放入锅中翻拌均匀,美味继成 浇到米饭上面,美味的咖喱鸡肉饭就做好了 配着米饭吃真的是太下饭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